陝西秦咸陽城櫃子新發現一批石海甲 和秦始皇陵之前出土的石海甲部分特徵完全一致 專家推斷可能是秦始皇生前石海甲的製作場 新發現的石海甲製作場位於秦咸陽宮櫃子核心保護區 出土的石漬甲片部分已經接近完成製作 同時發現的還有鐵錘、鑽、刀和磨石等製作工具 從側面看的話背面有一定的弧度 這樣的設計是為了貼合人體的腹部或者肩部的人體曲線 穿入這個孔中 然後這樣就能用銅條把各個甲片編綴到一起 最後組合成一套完整的甲舟 製作一套完整的甲舟可能需要三個月的時間 秦咸陽城建於公園前350年 早在1998年 考古工作者在秦令培葬坑西南角 出土了一批石製海甲和石袖 2001年又在秦令附近一口枯井裏面 出土約千片廢棄石甲片 幾十塊磨石和幾斤扁銅條絲 這次秦陽城為止石海甲製作場的發現 和以往的發現有重要關聯 無線電視機就在周學院報導 無線電視機就在周學院報導